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另外麻烦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 telegram 脸书还有ig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何博士今天来跟各位分享是 日文的始义型的表达 到底日文当中他要怎么样表达 让别人去做某事情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 来 来 那各位我们看一下 例句 各位你要知道 你要学文法的时候 你应该要先学例句 因为当初文法学家 也就是看这些例句学来的 他也是依照这些例句 然后下去翻译 然后下去统整之后 才得到所谓的文法的规则 所以你要看文法之前 一定要先看例句 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 他说 先生は生徒を教室にいさせた 先生 老师发生一件事情 生徒を教室にいさせた 原来老师让学生待在教室里面 可是各位你要知道 这句话它的原型 它在变化之前 变成始义型之前 它的最原始的那句话 叫做 教室にいる 在教室里面 教室にいる 这是它原来的句子 然后让它变成 让谁在教室里面 就变成教室にいさせる 所以你看这里有一个い いる嘛 这里有一个い 对不对 所以原来いる它的语干 就是いる这个动词的 原来的最重要的地方 叫做い 然后させ这是加上去的 所以这个就是让它 或是使它的意思 所以这里させ 就是所谓的使义型 然后它是注动死 表示过去是 所以老师让学生在教室里面 好 所以我们先把这个例句看完 先生は生徒を教室にいさせた いさせた 那我们往下看 第二句 親は子供を大学に行かせた 它的原始句叫做 大学に行く 去大学 所以这句话是说 双千发生一件事情 让小孩子们去上大学 它是行く的未然形 而せ是助动词 实意助动词 而它是过去助动词 OK 我们先把它看一下 好 看一下第三句 先生は生徒に絵を書かせた 先生は 发生一件事 老师发生什么事 生徒に絵を書かせた 让学生们画画 絵を書かせた 那它的原型是 絵を書く 所以 か 是 かく的 史意 的未然形 再加上 史意助动词 せ 再加上 过去助动词 た 所以叫做 先生は 生徒に 絵を書かせた 好 再 第四题 大人は子供にご飯を食べさせた 大人 让小孩子 吃饭 ご飯を食べさせた 让小孩子吃饭 ご飯を食べる 是它原来的 这个句子 原来的句子 然后 食べ也有 这里也有食べ 对不对 然后 ル不见了 ル换成了 させ 那我们刚刚也遇到过 させる させ 这是助动词 再加上 他过去助动词 所以我们发现 原来 让他去做什么事情 让 有时候加せ 有时候加させ 有没有发觉 有吧 你刚刚有发觉 对不对 我们不是有的时候写せ 有的时候写させ 好 那你就可以知道说 原来有两种 好 我们等一下 一起来看 所以各位 我们看一下 刚刚的 变成了 史意型的例句是 先生は 生徒を教室に 移させた 我们表现中 一样 先生は 生徒を 教室に 移させた 然后第二句 親は 子供を 大学に 移かせた 实际型 在 先生は 生徒に えを かかせた 在 大人は 子供に ご飯を 食べさせた 好 所以我们刚刚说的 对不对 不是有这个 させ 也有せ 也有せ 也有させ 有两种 然后呢 各位我们来看一下 你让某人做某事 奇怪哦 这里有哦 这里有哦 哎 这里有你 这里有你 哦 所以哦 你要让某人 去做某事 你这个让某人的 这个对象 可以哦 也可以你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看 所以你先看例句 你就可以发觉 他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等下一期来分析哦 来 那各位 所以 第一个呢 你要怎么样把 日文的原型的动词 把它改成史意 动词 变成史意的 比如说呢 让他做什么 让他喝 让他吃啊 这样你怎么改 它有一个规则 来我们看一下哦 各位 中文的改法很简单 中文的改法就加一个让 然后再加授词 然后再加动词 对不对 所以中文都不用变 动词就是动词 他永远都不会变 只是呢 你要在授词的前面 再加一个让 然后呢 要把授词摆来前面哦 要把授词摆来前面哦 所以你看哦 让他喝 有没有 让他吃 你要把这个 本来我们说的中文是主词 动词 授词嘛 可是在史意句里面 你要把那个 你叫他做什么事情 那个等于是你的动词 做的授词 你要摆在让的后面 然后再加电话一个动词 要让他做什么动词 就摆在他后面 对不对 所以让 然后授词 然后 动词嘛 来 所以 让他喝 让他吃 这是中文的改法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日文的改法 有两种啦 你看哦 如果是五段动词 或者是沙行变革活用 也就是死了这个字 沙行变革活用 只有一个字 就是死了 如果是五段动词 或者沙行变革活用动词的话呢 他的未然形加上 好 这是第一个 但是 如果是上下段动词 跟沙行变革活用的话 他是未然形加上 各位 为什么会这样子 因为上下段动词 比如说 他就是 他就是 他被你去掉了嘛 他被你去掉一个字啦 所以你要补回一个字给他 这样子 有些字比较好念啦 比如说哪个字 いる啊 对不对 いる这个字 被你去掉啦 如果你没有补一个沙 你只有 日本人觉得这样不好念啦 所以他 为了这个两个字的动词 所以他多加了一个 沙给他 变成 让他在那边 OK 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五段动词 跟沙行变革活用 要加 セル 上下段动词 跟沙行变革活用 也就是空的这个字 的时候 要加上 サセル OK 我们看一下 来这样变 如果是 变成 言わせる 如果是 变成 如果是 变成 如果是 变成 变成 如果是 变成 变成 好 所以各位 有没有看出 他的重音的变化的规则了 有吧 来 如果是平板音 他还是平板音 有没有 言 言わせる 如果不是平板音 就在倒数 第二个字 所以 書く 書かせる 話す 話させる 遊ぶ 遊ばせる 对不对 所以你看 这个如果加上 提醒的话 就完全不一样 言 言わせる 言わせて 还是平板 如果加上 提醒 他还是平板 可是 如果不是 書く 書かせる 然后呢 加上提醒 就会变成 書かせで 会在 提往前算 倒数第三音 所以会变成 書かせで OK 好 再来 如果是上下段动词 かける 变成 かけ させる やめる 会变成 やめさせる おりる 会变成 おりさせる 好 那你看得出来 他的重音变化了吗 可以看得出来吧 好 おりさせる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如果 他不是平板音 他也是一样 会在 させる させる 会在倒数第二个音 他如果是平板音 他就还是平板音 有没有 おりる 他不是平板音 他也是在倒数第二个音 所以这个 动词变化之后的重音 你要稍微注意一下 好 再往下看 各位 那我们看一下 使忆动词的 对象 也就是你要叫他去做什么事情 那一个人 你后面到底用 お或者是用 に 其实是 事情况而定 哎呦 事情况而定 没有固定的 各位 因为这个牵扯到一件事情 来 各位我们看一下 我们以日文的动词叫做 hasil 这个字来看好了 各位你看 所有的日文的句子里面 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面那个动词 动词是最重要的 那你看 当你讲hasil的时候 各位你看 我们这边列了这么多单字 家啦 西边 前面 头发 鞋子 力量 车子 狗 人 纸 香 道路 城镇 或者是树叶 那各位你会发觉 哦 虽然有这么多单字 可是能够跟hasil 结合的单字 其实不多 因为每一个单字 都有它的相结合的黏着性 有的是高黏着性 有的是低黏着性的 所以你会发觉 你看哦 如果是家 西边跟前面 这个应该是地点或方向 所以它就会跟ne 这个隔住词来配合 所以往前面跑 往西边跑 往家里跑 对不对 那如果是车子 狗跟人 是有可能跑 有可能跑的 所以它就会变成家一个ng 因为呢 它是动作者的ng 那如果是 这个街道啦 城镇呢 它就会欧 在哪边跑 在路上跑 在城镇里面跑 这个欧就代表着 所谓的移动的空间 好 那问题来了 鞋子啊 力量跟hasil 有没有可能结合 还是有可能结合 如果你一定要讲 它还是有可能结合 可是它结合的 这个几率就很低啊 很低啊 那比如说 纸啊 跟箱 有没有可能 纸张在跑 箱子在跑 也是有可能啦 也是有可能 纸张在跑 鞋子在跑 可是那个几率就会很低啊 所以各位 我们这里画出来的 当然如果你硬要讲 每一个字都是可以结合 可是它的结合的几率就很低 所以我们这边画出来的是高结合度的 所以各位 你要学语的时候 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 高结合度的一定先占优势 因为他们最常用嘛 最常用他们就占优势 语言就会先给他们用哦 再讲一次哦 越常用的 表示他们是高结合度 那语言就会先给他们用 来我们看一下哦 比如说什么 来 你看 先生は生徒を教室にいさせた 为什么 因为教室にいる 这个一定是先被他用走啦 所以你被他用走啦 有没有 教室にいる 这个最常用嘛 所以你被他用走了 怎么办 就把他的这个对象就加欧啦 因为你已经被用走了啦 对不对 第二个哦 親は子供を大学に行かせた 你看 大学に行く 这个最常用 你被用走啦 所以后面就加欧啦 好 再 先生は生徒に 絵を書かせた 有没有 絵を書く 这个已经最常用啦 欧被用走 怎么办 就用你 就用你 大人は子供にご飯を食べさせた ご飯を食べる お 最常用啊 所以这里就用你 所以各位 你这个后面到底是用お 或者用に 其实是看 他的后面这个最常用的部分 有没有把に或者お用走 如果有に 或 有把に 或把お用走的话 就前面为了不要重复 所以他就用另外一个格柱子 所以各位 跟你讲一个秘密 你会发觉日文的文法搞到后来 都是这三个 おに 跟が 都是这三个换来换去 讲到后来 就是这三个文法部分 就是讲到后来 都是这三个换来换去 因为也不可能无限制那么多 那这三个就够用了 所以你就把这三个记起来 在文法当中 当你面对格柱子 你不晓得要猜什么的时候 又猜におが 其中一个就好了 所以这是他们最常用的三个格柱子 好 所以各位我们看一下 可是食欲型有没有他的限制 有 来我们看一下 比如说 为什么这个句子不行 来我们看一下 他说 お母さんは子供におきさせた 妈妈叫小孩子起床 おきさせた 这个句子是不行的 好 第二句 太郎は花子を あなにおきさせた 太郎让花子掉下去 这个洞穴里面 也不行 也不行 来第三个 好 医生はかんじゃを治らせた 医生让患者痊愈了 也不行 来为什么 来我们看一下 各位你要记住 如果动作者不是 自我意愿 就能够完成该动作的 也不能使用食欲型 这个时候就改用他动词 各位来 什么叫做自我意愿 你看 妈妈叫小孩子起床 小孩子就是自己爬不起来 才要妈妈叫 花子不是他自己想要掉去洞穴里面 患者没办法把自己的病医好 所以这个不是他自己意愿的 就不行 就不行 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改成这个 お母さんは子供をおこした 他让小孩子 他把小孩子叫起床 这时候用おこした 第二句 太郎は花子を あなにおとした 把他弄掉下去 要用他动词的 おとす 再来 いしゃはかんじゃをなおした 把他医治好 所以只能用他动词 再来 第四个 来我们看一下 某些动词的食欲型 如果格注词不同 是否意义不同 来我们看一下 可是各位 你会看到 很多时候 比如说 后面他只有一个动词的时候 他没有お也没有に 那这个时候 到底前面用に或お 你看 子供にあそばせる 子供をあそばせる 各位 像这种情况 に跟お都可以 如果你一定要讲 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如果你用了お 这个比较有强迫的感觉 他比较有强迫的感觉 但是 其实是否是强迫 或者是允许 他必须是要看前后文才可以标准 只是鱼感上 鱼感的感觉上 お比较强迫的感觉 来 娘があらう 女儿去死 好 所以 娘にあらわせる 或者娘をあらわせる 都可以 再第三个 息子が行く 我儿子要去 所以 代理として 息子に行かせる 或是息子を行かせる 两种都可以 就 儿子代替我去 我让我儿子代替我去 这个时候你用お 或者是你 其实都可以 都可以 所以你看 这个都可以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用了お 那个意思就会觉得是 好像他儿子不想去 他强迫他去的感觉 那个感觉比较深一点 比较重一点 但是 到底是不是这个意思 要看前后文 没有办法 只看隔注词 就可以判断 没办法 没办法 好 那各位 我们这一段 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死意行在日文当中 非常非常的常用 而且非常非常的重要 那之后呢 何博士再跟各位分享 せる跟させる的 完整的用法 那我们今天 跟各位分享到这边